高雄西江區 早前一棟四樓的 陶庭處灰災 小鳳堆看到現場來打火 所以一樓樓梯口 發現一對母子 倒在肚子 兩人的心想都得了凶 警方懷疑是拍賭 臺人之後 蓋賭不放火 消滅一切證據 回境現場有的紅色線 那不是永遠不可以進行 探索 十四樓會知道 七點完 西江區因二家 這間陶庭處發生灰境 留住所在一直清晃 小鳳堆接到北岸之後 趕緊藥水算來打火 本來以為是 老廳樓上中逢不洗 他們去灰水 不過在小鳳堆 他在現場後 所以後面的問題 越來越少 倒在一樓的肚子 肚子還有大便的會見 兩個人心想有很多所在得氣胸 因為身上有刀山 那當然我們要等 建事統一做一個 他那個鑑定確定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再做一個說明 警方調查兩名死者是媽媽 抱著女兒 抱著阿公阿嬤住這會 早上五點阿公阿嬤出外運動 等下的時候 火警已經發生 不過門湯沒有被破壞 在總控 附近的居民有看到一個男生 男人從那個他們家裡出來 覺得就發現有火警 所以我們在鎖定這個人來調查 根據看到的廚弊 表示火警發生之後 有看到一名男主 很趕緊的特區現場 近方斷不調外 跟不是外面 對著這名男主的新聞 記者李宣傳大英君 高雄伯德